大家好我是前田 今天來介紹這個天堂W今天在公佈了四個變身 還有他的技能 一個是真死騎 第二個克特 還有斯麗安 巴風特 來我們看第一個真死王騎士啊 這個是天堂系列隊代表的變身人物啊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變身 不知道各位覺得他的變身跟天堂有什麼不同 這是火 全身會發出火焰啊 再次喚醒受詛咒的學者之何人 然後這裡面可以看到一些他的故事 然後在此喚醒受詛咒之血何人 然後這個天堂W的卡片呢 感覺他有專屬的技能 這是他的故事 打敗巨龍的偉大英雄 龍的詛咒走向墮落 自熱的 自熱的入火 從死亡歸來 現在起我就要成為所有生命中下仇恨的死亡騎士 然後他有一個專屬的技能叫地獄之火 這會給予周圍敵人大量的傷害 看起來蠻帥的 地獄火 然後第二張變身呢 就是克特啊 這些應該 這四張應該都好變 克特 為了信守誓言而歸來的反王之城 騎士即使死去也 遵守 遵守誓言 這是克特 克特這應該是黃辯 黃辯 然後他曾是反王的忠誠 但他未能兌現 蒙世的死去 這有一些天堂的故事 然後騎士即使死去也必須遵守誓言 然後這下面他的專屬技能就是破盾 克特的專屬技能就是破盾 看起來還蠻帥的 然後給目標大量的傷害 並一定的機率不以緩慢的效果 這感覺起來就比較偏PVP吧 然後上面這個真死亡騎士那個地獄之火比較偏向煉弓 所以你在 天堂WPK的話 你可以選擇近戰角色可以選擇破盾 這一隻 如果在打遠程的話會賦予 緩慢的效果 然後第三個來介紹遠程的斯利安 斯利安 然後這個不知道有沒有女生的斯利安的角色 他這個變身不知道是 有沒有綁性別這樣 然後他這一把弓蠻大一把的 然後他說特羅斯的守護星他現在是世界的守護者 還蠻漂亮啦這個卡片 算蠻精緻的 看起來比之前天堂WPK的卡片 有點蠻精緻的感覺 蠻精緻的感覺 然後他在左上角都會有寫 他的 他的那個 可以使用的職業吧 一個光劍 上面這個近戰他 他有那個近戰的圖案 像這個 克特 就有這個圖案 然後再來看一下斯利安 斯利安的故事 然後他是王室的守護者 雅丁王國 伯利史安傳說 來 他的技能是月光慾啊 應該是一個範圍技 這個 還蠻帥的 這個對於練功來說應該蠻 蠻帥的 然後他是說給目標 範圍魔法傷害喔 所以這招是 魔法傷害 月光慾 不知道這個加智力 會不會增加的傷害 對 這招還蠻帥的 然後一隻不知道能打幾隻啊 看起來能打五隻以上 所以還蠻帥的 然後第四隻角色就巴風赫拉 墮樂的偉大智慧者 同族靈魂為代價了 成為惡魔之人 這一隻應該在天堂面來說就是跑速很快的一隻角色 不知道天堂W會怎樣 然後這個就是法師在用的 墮樂的偉大智慧 同族靈魂代價成為惡魔之人 這個變身也是蠻帥的 我們來看他的技能啊 深淵地裂術 深淵地裂術 看起來好像 不怎麼樣 不怎麼樣 好像是一招單體劑啊 ㄟ 看一下啊 給予周圍目標遠距離魔法傷害 所以是一個單體劑吧 然後為一定機率的賦予疾病素效果 疾病素應該就是降防或是 一些Debuff吧 對 這個變身 目前 看起來蠻帥的 然後今天他就公佈了這四大變身啊 我覺得最帥的應該就是 這四張最帥的應該第一位是 我的心目中第一位是真史奇 這個是 很多人玩天堂都是覺得 真史奇是最帥的 第二名才是克特吧 不過克特比較偏向 PVP啊 因為他要緩速 克特偏向PVP 然後真史奇應該偏向練功 因為他有範圍的那個 地獄火技能 然後這就是我今天對這天堂W 四大 四大變身做的介紹 喜歡我的可以在右下角點訂閱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